1999年,美国《时代》周刊召集了全世界各领域约34位顶级专家来评选人类在一千年中所发生的一百件大事 中国入选了三件,火药武器的使用,成吉斯汗帝国,长征 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在1935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幸存者的史诗》一书当中说 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 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为什么长征在国际上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因为它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 长征给予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是走向理想所必须的永不磨灭的信念 可能你会问,为什么长征有这么大的精神力量 让我来告诉你一组数字 在长征中,四路红军长途跋涉超过六万五千里 经过了十四个省,翻越四十座大山 其中五座中年集雪 跨过近百条河流,其中二十四条大河 中央红军平均走一百八十二公里 才休整一天,每天集行军五十公里 在长征途中 共进行了六百多次重要的战役战斗 中央红军平均每天一个遭遇战 每三天一次激烈的战斗 面对的是数十倍敌人的围追堵截 在四度赤水的时候 红军三万,国民党军队四十万 中央红军武器配备 每一百个人只有四十多支枪 每一把枪只有五十多枚子弹 而敌军呢,飞机,大炮 就是在这样的人员武器悬殊之下 红军攻占七百多座县城 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 取得最终的胜利 长征中我们的指挥员 平均年龄不足二十五岁 战斗员的平均年龄不足二十岁 十四岁到十八岁的战士 至少要占百分之四十 长征出发时约四十万人 抵达终点约五万人 牺牲的战士最小的只有十一岁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 不畏艰难险阻的远征 是罕见的不畏牺牲的远征 是罕见的传播理想的远征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长征中 那些难以问怀的历史细节 可以读一读金一南教授 写的这本《苦难的辉煌》 金一南教授用六十多万字 描写了中国共产党人 如何穿过严酷的围堵 不禁的跋涉 惊人的牺牲 无情的背叛 形成的地狱之火 最终完成了中国历史上 最富史诗意义的壮举 《苦难的辉煌》 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英雄品质 是天下新王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是不为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是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信念如炬 久死未毁 他们历尽苦难 我们终得辉煌 今天崛起的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 面对强权大气回应 是什么给了我们底气和勇气 正是那些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与强大 而奉献了青春与热血的民族脊梁 正是那一段有苦难至辉煌的历史 如今国强家园热血未冷 让我们向这些历经苦难 铸就辉煌的先辈英雄们 致敬